苹果限制员工使用ChatGPT 自主AI技术研发中保护敏感数据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快速发展 美国Apple公司近日限制了其员工使用ChatGPT和其他外部AI工具的行为 并正在开发自家类似技术以确保机密数据的安全 苹果限制ChatGPT和其他AI工具 根据外媒华尔街日报所见的文件以及内部知情人士的透露 苹果公司对员工使用这些AI程序的担忧在所不同 苹果公司担心这些城市有可能泄露机密数据 因此明确告知员工不得使用微软旗下的代码托管平台Github的Copilot 后者能够自动编写软体代码 苹果以其严格的安全措施而闻名 以保护未来产品和消费者数据的安全 与此同时 许多组织也开始对聊天机器人技术保持警惕 因为员工们已经开始使用这些工具来处理各类任务 从编写电子邮件和行销材料到软体代码的撰写 就在不久前 OpenAI在苹果App Store正式推出了iOS版的ChatGPT应用 苹果开发自主AI技术保护数据安全 苹果的人工智慧项目由约翰·詹南德里亚领导 他是苹果在2018年从谷歌挖来的高层 詹南德里亚担任苹果的高级副总裁 向CEO蒂姆·库克汇报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 苹果收购了多家人工智慧初创公司 不断强化其AI实力 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库克对生成式人工智慧领域的进展表达了一些担忧 他认为 尽管AI的潜力非常有趣 但部署这些技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全考虑 此前三星也因内部数据泄露问题 禁止员工使用外部AI工具 面对泄密风险 微软方面计划推出私有版ChatGPT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我认为